主席之位同仁 教育部官员大家午安 可不可以请部长谢谢 请部长 幼儿园午安 部长午安 谢谢 来得有这个机会啊 我们大家来谈原住民的教育问题啊 是 这个我觉得 这个总比我们炒其他的事情要来得有意义 对对对 很多正面的事情可以发生 对我们希望社会是进步的 是 那么但是讨论这个之前啊 我先要厘清一些事情啊 是 就是 你可以看得到那个十二年国教这个问题 现在是越吵越凶啊 十二年国教我想是这样 因为他时间越近的时候 大家 大家如果没有完全了解 他是会有一定的焦虑会出来的 所以说我想我也特别在部内 要我们的同仁更加一把劲啊 尽快的至少要让每个家长 至少心要安了 在他的正式要考试 如果要考特招这些一年之前 那现在当我希望这时间更早一点 能够准备好 那这个是全面的努力 我希望他们不是百分之一百的努力 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努力都要进来 让这个事情 其实能够越趋稳定啊 这是很关键的 所以我也了解委员的关注 这个会考 会考需要再分等级吗 会考三个等级 基本上我们已经定了 就原则上没有 没有要让他再 再分更多的 更多等的这个概念 到现在为止啊 对 还是有社会 第一啊 有可能要用抽签的 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你承诺不抽签 承诺不抽签 所以我们想尽办法 穷尽所有的可能啊 不抽签为原则嘛 那有人说 因为他担心抽签 他希望你能够同分 增额录取 可能吗 如果是同分 很少数的人 其实是这样 增额录取 这个是大的方向 是这样没有问题的 我们也是朝这样思考的 那就是怕 就是怕你的这个 那个这个筛选的过程 最后有很多很多同分 所以这部分我想就是说 我们会去做思考 当然一定要让那个机制 不至于太多人 如果很高比例的 那显然是不合适 你不可能说 他原来只要招十个 你给他五十个 对不对 那所以只有少数的这个同分 我相信用超额 用超额录取 是没有 是加额录取 应该是没问题 可是就是说 in general 这个整个设计 必须让他抽签 减到最少 或者以不抽签为原则 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 到目前为止 你的这个记录显示 至少模拟的记录显示 抽签的问题有没有严重 我们如果用过去 机测的角度来看 是有一些 会有一些抽签的情况 那现在给会考的结果出来 会考 因为现在才刚刚考 我知道 给他结果出来 他们大概在一两个礼拜之内 就会全部的分析 就会出来了 我们会在四月底 五月初之前 把这件事情 做一个全面的 跟大家做一个 就是说我们的 所有模拟的情况 我们说最后的决定 要尽快让大家知道 很多筛选的过程里面 它是靠平时的努力 这个没有话说 但是有一个部分 是要靠一次的努力 就是像会考 会考 那如果学生在这个过程里面 突然发生了状况 怎么办 会考如果突然出了状况 我意思是说 他可能突然生病了 对 当然其实因为是这样子 其实有 如果这个学生 学科表现真的也很好的话 他会考 这次没考好 他其实还当 他还是可以 用这个免试的管道 还是可以去走 对不对 他少掉一个机会 不是 他其实也不是少掉一个机会 他还是就是免试 还是可以去做 只是说会考 会考因为各区不太一样 有些最最多的 只有占30% 那当然是蛮重的 少的是少到15% 也有的区 我们市场有八个学区 其实他当然就是 完全全免试 没有特招了 如果他在的那个区 还有特招 他其实当然还是有机会 去特招的 特色招生的那个环节上 再去做一次努力 也是还有一点机会的 可是当然我是希望说 这个制度的发展 长期走下去应该免试为主 我们虽然说明年才75% 可是根据我初步的了解 明年可能就有85%的学生 可能就是用免试的管道进去了 我们也希望经过几年的努力 努力以后 那个免试的作为可以稳定一点 部长 你都要跟我讲一般 我还在讲特殊 好 我现在就问题这么简单 就是有人 有学生就是这么不巧 在这个时间点上 不管 也可能是女孩子 男生女生都有可能 我意思说他可能不只是生病的问题 因为生理的问题 对不对 生理的情况不好 那这个情况 你总是应该有一些 我们 我们其实应该这样说 当然应该每个小孩 他要去准备会考的时候 当然我希望他的睡眠 各方面都是正常的 正常情况去 如果确实发生了 这一个这样的情况 那会考 他其实原来是学历监控 他如果真的有状况 我们当然看师傅可以从宽的一个方式 让他去考应考的这件事情上 可以予以一些协助 这个我是愿意来做思考的 如果他有比较特殊的情况发生 可是就考试的一个 会考的公平性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也不可能说再考一次 这个至少现在没有这样的设计 就像说现在 我举个例子 如果说 我当然我不晓得这个是一个制度 假定我们今天是国中学生 每一个学期都会考 每一个学期都会考一次 就是等于是统一的 把它当做有点像断考 对 统一的断考 就是统一维持这个教育品质 统一断考的话 那我们可以定一个规则 说 好比说你考了三年里面 有一次miss掉 可以算是一个 可以做一个调整 那这个是一种机会 对不对 但是今天不是 今天你就是一次 我们其实 其实委员 我们必须回到我们 12年国教的基本的精神上去 我们是以免试为主的考量 免试为主跟会考没有关系 会考不是在于 对 你只是当成一个 对 在做测读而已 它是做一个学历监控 原来的设计 了解说你学到这个点 没情况 那我们其实 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有一个叫TASA TASA是台湾 这个大概STUDENT ASSESSMENT 它的概念是就比较在于说 它可是现在还不是全面做 现在是比较抽样的 就用抽样的方式 了解这个区域的 学习的情况怎么样 那个是比较做的 比较频率比较高的 那它也甚至小学都做 我们看看是不是说 如果从一个学历监控的角度 如果是您希望 我做了这个会考 还是以监控的观念 来看看学的怎么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会 密度会大一点 平凡一点 我想我们可以做个讨论 这个是可以请 总而言之 还是希望特例 能够照顾到 这个东西 不是通力 通力的话我们百分之八十 我们其实曾经沟通过 Law of Large Number 跟Law of Small Number 你都看Small Number 我看Law of Large Number 我们也代表是关心Small Number 要啦 特别是 特别是 特别是我们小党 是更关心Small Numbers OK 好 任何一个案例 我想拿出来 我们都愿意要讨论 最近有一个新闻出现 我一直在讨论 很多额外的事情 有位田小琪同学 谁 田小琪同学 田小琪 就是跑了23公里的 这位女同学 这位女同学 是 我们也试图要帮助她 结果她现在很反应 就是社会都有同样的反应 对 她所反应的问题 不是田小琪问题的 她本人的问题 而是在特别 跟原住民有特别大的关系 就是所谓的单亲 跟隔代教养问题 对 教育部 在这一方面 有什么样的努力 这个我想 至少针对这个个案 当然我们马上就去 也去做了一些了解 可是当然那都是事后的了解 已经都报道了 所以没有办法 第一时间就帮上忙 可是我想我们针对这一个 所谓在这些 这些偏远的地区 或相关的这些 我们有教育优先区的这个概念 教育优先区 我们就从资源 从各方面对县市政务 有一些额外的一些补助 请他们去协助学生 可能是在他的 补救教学上 可能是在他的设备上 在这些相关的情况 来做一些努力 今天其实有一位委员 也做了这一个 甚至交通的问题 原来交通的问题 不在我们这里 我知道 我们也会 高金素美委员 对 我们也会比较统筹的来做 我提醒您 您一直从行政的资源的掌握着 我是希望您从 社会资源的动员力上面来使用 是 我相信您在美国的时候 应该那个时代 您应该也听过 Big Brothers的program Big Brothers我了解啊 对不对 对我知道 所以我意思是说 大家要打败Big Brothers嘛 对 当你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社会力动员了 是 我们怎么样充分利用 把我们的社会力动员起来 有很多很多的义工也好 社会的资源 或者是一些凶掌制度也好 能够把这些担心 跟隔代教养的问题 能够来协助他 而且可以发掘问题 其实您讲的很好 其实有希望小学 有不同的方式在做 我们甚至在我们的 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 我们甚至也透过教育部这边 让大哥哥去带小朋友 学电脑相关的 或学数学 学什么都有 我亲自曾经也去过福大 有一次 他们就跟澎湖联系 我那天去就是联系 跟澎湖的一个小孩 当场就是这边的大学部的学生 教他的数学 那我甚至上去也教了一些 所以其实做这些作为 其实确实是有这些鲁馆是存在的 而且不只是学历的上面 还包含了他的生活的帮忙 人格的成长 培养 人格的培养 这是非常重要的 有很多元的力量 其实在进行 有一次我跟萧伟员去叫台东吧 还是花莲 到花莲去的时候 也看到有一对夫妻 他就带了一群小孩 他就照顾了那群小孩 那其实确实现在 他不是一个夫妻 我是希望动员社会力 不管他是资源或者是人力上面 我希望教育部要懂得 不只是自己的资源 要跟社会的动员力 能源 这一块我想我们应该来发掘 更多的社会力量 来参与这些作为 我想请问一下 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正题 正题已经没有时间了 你知道什么叫做affirmative action 知道啊 这一族群的 要做一些正向的 就是说譬如说在美国 主要是针对黑人那些 或者少数族群 我们在这边就是原住民 对对对 特别是少数的人民 那我们宪法呢 也保障了 我们宪法也对原住民 特别他的权益 做了一些保障 对不对 特别在宪法里面 已经标示了 我们应该尊重原住民的文化 对不对 同意 好那现在请问一下 那他你那么努力的去 创造了原住民的学习的环境 包含他的母语环境 这些都算不算到 他将来升学里面的一部分 我没有完全了解 我试图先了解您的讲话 譬如说你在认定学生的学历 的能力的时候 你用的是那一套平民的方法 就是我们这些 对他有没有 有没有一套特别来评量他的方式 他花了很多时间去学 他原住民的这些文化母语 结果在他升学的过程里面 在升学过程 如果他通过语言认证的话 他的原住民的语言认证的话 他可以在考试的分数上面 加35% 最多可以加到35% 他因为有了这个认证 所以他对于他的语言的了解 跟熟悉又通过认证 可以到达最高 可以到达35%的加分 所以这个其实也某种程度 当然今天有委员说 这不应该用优待 这是某种程度保障了 不管叫保障叫优待 我们确实是有这样子相关 可是至于说 他的对于文化的了解 是不是可以反映在 他的学习成效中间 进一步去看 这部分代并没有那么明确 不过我相信 也还是有帮助的 我希望规则更明确一点 最后一点 我们时间不够了 我们看一下一个图 这个是高中值的学生 原住民的升学 跟读书的状况 你可以看得到 他跟全国的民众的比较 特别在毕业以后 高中毕业以后 他既没有升学 也没有就业 您可以了解这个问题吗 他的比重非常的高 都是高于我们的 正常的2点 多1.4倍 我想这样子 就是说 这个是普遍的现象 就是说 其实在各样的评比里面 原住民其实都是弱势的 中错生 如果我们全国是0.2% 他也是0.2% 辅导系统有没有办法 去把他的问题找出来 能够把这个比例降到 跟一般的民众 我们其实就是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所以说我们对于 有没有 比如说 有一定班级的学校 我们就会有专业的辅导老师 可是这三年来 我还是看到这个 这三年的资料来看 看起来 依然是959697的 我资料不够新了 对 看起来相当高 你可不可以在这方面追踪一下 我可以进一步的 把我们这几年做的 相关的这些数据 也再进一步的提供给李委員 我们其实我相信 我实际上 我也要进一步看 不过我们很快的 把数字提供给你 如果他的improve不够的话 我们就会进一步的 再加一把劲 把您point out的这个direction 能够有所努力 谢谢 好